Hello大家好,我是Jesse,欢迎回到CC小屋 以前和大家分享过几款帽子 但是大家最喜欢的还是这一款 问问题最多的也是这一款 我想可能我是在帽顶上用的是银板织法 所以显得比较混乱,没有说清楚 后来我又琢磨出来 这款帽子帽顶的新的收针规律 它是由四个单元组成 翻过来看一下就更明显 帽顶的收针规律也很简单好记 帽子织好以后帽顶上方的小洞自然就闭合了 而且是严丝合缝的,不需要另外再缝合 这个新织法还是名副秦实的一线道理 单元和单元之间的过度也比较柔和 不是特别的愣 再加上全程都是平织 真的是超级简单好之 下面我就分享给大家 线我还是用Burnets这个牌子的线 这都是上Webwoman打折的时候买的 特别柔软,很适合织帽子 真的是7号棒针 我还剩点浅灰色的线 我用这个来织帽子足够了 这都是同一个牌子的线 我先打一个结 这个结是有讲究的 短的这根线是可以移动的 长的这根是固定的拽不动 这点非常重要 然后就用这个长线来起针 加上打的那个结一共起50针 这打结很重要 打好结以后呢,你试一下 如果短线头这个拽不动 那就打错了 把线头拆了 然后短线头和长线的左右掉个个 重新打就可以了 如果最后这一针松了呢 你就随时都可以 顿一下这个短的线来调整 然后我们就开始织下针 这第一针你就一定要织 因为是第一行的第一针嘛 所以你一定要织 它才能固定住 织的时候呢 用另一只手帮着把线松动一下 这样进针呢就比较好进 这第一行就全部都是织下针 织到最后呢 是有短线头的这一头 有短线头的这一边呢 是帽顶 在最后的一针里头呢 放一记号针 把它别住 这记号针就不拿下来了 一直跟着我们到最后 往下看你就明白了 然后翻过来织第二行 第二行第一针上挑不织 上挑的时候是线在上头 针在下面 然后开始织上针 这第二行呢就全是上针 不加不减 一路织到头 翻过来织第三行 第三行是下针 第一针挑还来不织 后面都是织下针 从第三行开始 我们要织帽尖收针的部分 收针呢都是在织下针的这一行收针 也就是在单数行收针 直到最后剩两针的时候 然后这两针并一针 然后翻过来是第四行 第四行是双数行 是织上针 上针呢就不加不减 一路织到头 第一针上挑不织 然后织上针 一直把这一行织完 然后翻过来是第五行 第五行是单数行织下针 第一针挑还来不织 然后开始织下针 直到最后两针的时候 两针并一针 并针都是在最后两针并 翻过来第六行 第六行是上针行 上针行是不加不减 第一针上挑不织 然后把这一行的上针呢 一路织到头 不加不减 翻过来第七行 第七行是下针行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每一行的开头的第一针呢 都不织 直下针行的第一针呢 就下挑 直上针行的时候呢 第一针就上挑 这样两边的边缘呢 就都是整齐的小样 直到最后 把最后的两针呢 并成一针 翻过来 直第八行 第八行是上针行 上针行是不减针 一直直到底 后边就都是这样重复 规律就是双数是支上针 上针行呢是不减针 单数行是支下针 支下针的时候最后两针并一针 我一共并了17针 来量一下这第一单元的宽度 这宽度乘4再加上两三公分毛线本身的弹性 就是你想要的这个茂围的尺寸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规则来计算自己的茂围的大小 下面我们就把这个剪掉的17针呢 给它挑回来 开始制第二个单元 挑针的时候呢 这第一针不挑 从第二针开始挑针 因为我们希望这个衔接处的这条轮呢 留在正面 所以不能这样直接的挑 翻过来背面 你可以看到一排明显的针角 我们就从这针角里挑针 这样呢 就可以把这个两个单元之间的这个衔接的篮呢 就留在了下针的这一面 反面的衔接呢 就过度的非常的柔和 看上去就不那么愣 因为我们是从第二针开始挑的 所以挑的最后的时候呢 只挑上来16针 那第17针呢 我们就从这个做了记号的这个针目里头挑 这针目如果太松了的话 你随时都可以转一下这个线把它拉紧了 这样吸针就全部都挑上来了 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呢 织上针 上针行是不剪针的 你看这个衔接处就衔接的非常好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上针行的织完 翻过来 第一针挑下不织 这一行下针呢 我们就要开始知道最后两针的时候就要并针了 最后两针并一针 然后 翻过来 织反针 反针第一针是上挑不织 然后反针行是不剪针 一直织到头 就这样 针法呢 很简单 不是上针 就是下针 剪针的规律呢 也很好记 上针那一行呢 是不剪针 下针的一行呢 在最后两针呢 是并称一针 就按照这个规律呢 一共剪17针 4 6 8 10 12 14 16 17 那这第二个单元呢 也制完了 现在呢 我们就用同样的方法呢 再把这17针给挑回来 作为第三个单元的第一行 我这里剪的17针呢 是根据茂围的尺寸算出来的 如果想要茂围再大一点 在54到56之间呢 那就还需要往上多剪一针到两针 可以先多剪一针 如果还是比你想要的茂围尺寸小的话呢 那你就再多剪一针 每剪一针呢 需要制一个来回多支两行 这样茂围自然就加宽了 这种调节茂围尺寸大小的方法呢 可控而且呢还简单 挑完最后一个针目呢 只挑了16针 那第17针呢 也是在这个做了记号的这个针目里头挑 如果最后一个针目太松了 你随时都可以拽一下这个短线头 把它调紧了 后面呢就是重复 上针行不减针 下针行最后两针呢 并成一针 一共并17针 然后再把这17针给挑回来 挑针的时候从第二针开始挑 挑背面的16个针目 第17针是在那个记号针的针目里挑 就这样把第三单元和第四单元给它完成了 都制完以后就像这样 1 2 3 4 现在这根线呢是停在第四片边沿的中间 下面我们把这17针呢就给挑回来 挑回来以后这线就到了帽底 然后把第一片和第四片呢合并起来 线就走到帽沿的这一边 接着就转圈织帽沿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来把这17针给挑回来 最后一针挑在这个有记号的这个针目里头 现在就可以把这个记号拿出去了 不用了 你看这一拽这线 这孔就收得很紧了 我们先来并针 下针的这一面呢是在外面 把两边的第一针对齐以后 直接把对面织到头的第一针呢给引过来 这样两边的第一针就变在一块 然后两边一针对一针变针 一直变到头 变完针以后呢 线不要剪断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这帽顶的这一块 现在这四块呢就连在一起了 因为帽顶的这根短线呢它是活动的 我们需要把它固定住 找一勾针 把它拽紧以后呢 勾两针锁针 这样把它给锁死了 然后把这个线头顺着这个边呢给它藏好了 帽顶的部分呢就好了 非常简单吧 现在我们就来挑针织帽颜 因为是转圈织 所以我直接用这个循环针来挑针 针号和磅针号是一样的 都是7号 然后就顺着这个边缘的小辫来挑针 一个小辫里挑一针 挑五针以后呢加挑一针 加挑的这一针呢就在第五针和第六针之间连接的部分 这有一针呀就从这儿加挑一针 然后继续 一 二 三 四 五 挑到第五针的时候加一针 就按这节奏 五针里头挑六针 这一圈挑下来是一共是86针 把这一圈针挑起来以后呢 就开始转圈织下针 也不用做记号 因为刚才缝合的那条印呢 非常明显就可以做参照 我一共织了12号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决定织这个边的长短 如果喜欢后边呢你就多织两号 如果喜欢小卷边呢就少织两号 从接份这儿呢你往上捋 就找到了开始的第一针 然后我们就开始收针了 收针呢我们就收机器边 针法呢就是一针上一针下 然后线从后边绕 收机器边呢是因为这个机器边的松紧性比较好 如果家简单的收那种大平针的话 它没有弹性 然后你戴上去以后呢就像那个 头上钩了一圈那绳子一样 很不舒服 另外收针的时候手劲不要太紧啊 可以适当的比平时松一点 这样弹性就更好 收完最后一针呢这儿缝隙还是挺大的 所以和第一针呢再连接一下 最后收完针以后呢先别急着剪线 把它舒展开来检查一下觉得合适了 然后再把线锁死给剪断了 把线头藏好 如果觉得不合适呢你还有机会改 最后下水铺平晾干 最终成品就出来了 这个织法是不是比以前那个织法要简单的很多 来量一下成品的尺寸 茂围因为缝合呢少了一点 茂身是27公分 如果喜欢再深一点 起针的时候可以多起几针 最后呢祝大家也能制出自己心仪的帽子来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有什么问题 在下面给我留言我会尽快回复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 咱们下期见拜拜